不得人他尝不到 这个是人生真正的享受 却不是其他一切物质享受 或者是精神享受能跟他相比的 可以说这是最高的享受 你如果能得到 那你这一生非常幸运了 也是你真正有福 这是真实的幸福 这一句里面 欧依大师告诉我们 善能俱了 此喜不以颠倒之法而行 这个颠倒之法 颠倒也有层次 要以比较的方法来看 世间的正法 像中国儒家所谓 许言的这些经典 跟一般书籍来比 这些经论是真 世间法 跟佛法来比呢 佛法是真 因为世间法的修学 不能出三界 你要问他 为什么原因不能出三界 世间法修学的目标 都不断烦恼 儒家讲求的时候 福烦恼没有断 他是福 所以不能超越三界 不能超越轮回 小乘法跟大乘法比 大乘法是真 小乘法就是邪恼 这就是颠倒 我们佛法里面讲 了义呀 不了义呀 就是这个意思 大乘佛法 跟持明念佛 跟持明念佛相比 持明念佛 则是纯正 超越一切大乘法 这个我们在讲书里面 说过很多 不能不知道 唯有真正的明白 我们才会死心塌地 这一生当中就守着一步进 专修这个法门 那就决定不错了 我们修学其他的法门 也都变成无意的苦心 我们将经历时间浪费在那些地方 都变成没有意义 没有利益 所以一定要转 一定要经 连持大四 那就失去 持明念佛是真心 持明念佛也是作性 禁宗常说 镇足双修 他镇足都是一句名号 这个真点是教我们 专道也要记住 那么这个法门 得道实在是不忍 古德常说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 我们今天遇到了 怎么不欢喜 遇到了认真的凶舍 你会越舍越欢喜 越舍领悟的越深 越学你对于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幸心越真切 随着你功夫 去增进 继续再看底下 若断除诸间烦恼时 善能绝了 除诸虚为 不损真正善根 明除绝分 这个除跟底下的事 意思好像是相同 其实最简单的区别方法 这个除是除内里面的 谁呢是谁外面境界 这样就很容易辨别了 所以这个是注尽烦恼 尽是指我们一切错误的见解 烦恼是我们错误的思想 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是对人对死对我 想法看法错误 这叫见思烦恼 一定的 要断除 它是六道轮回的根本 它也是我们造业的远远 人为什么要造业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 他才会造业 这些东西排除掉了 人就不造业了 六道轮回也就没有了 所以轮回是它边线出来的 我们世间一般人重视正确的思想 所谓正确的人生观 宇宙观 这就是讲的思想跟界界 但是世间人所讲的这个正 邪跟佛法讲的邪正标准不一样 世间人实在是对于宇宙人生 无论是正确 枯渠 宗教 一直到今天都还在摸摸说 在探讨